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详细填写你的简历 身份证学历证明的影印件和照片带来了吗? 先填份应聘表吧 详细填写你的简历 身份证 学历证明的影印件和照片有没有带来? 先填份应聘表吧 详细填写你的简历 身份证 学历证明的影印件和照片带来了吗? 先填份应聘表吧 详细填写你的简历 身份证 学历证明的影印件和照片有没有带来? 你明天下午三点钟来我们公司人事部面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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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学历 所学的专业和年龄都符合招聘广告的条件 还有五年的工作经验 所以来应聘的 我的学历 所学的专业和年龄 都符合招聘广告的条件 还有五年的工作经验 所以先来应聘的 我的学历 所学的专业和年龄都符合招聘广告的条件 还有五年的工作经验 所以来应聘的 我的学历 所学的专业 和年龄都符合招聘广告的条件 还有五年的工作经验 所以先来应聘的 我要趁年轻多学点本事 所以我找工作 主要找适合自己发展的 不会光看工资和福利待遇的 我要趁年轻多学点本事 所以我找工作 我要趁年轻多学点本事 所以我找工作 主要是要看适合自己发展的 不会因为一样看工资和福利待遇的 下个月要开董事会了 你先把公司今年的工作总结和明年的工作计划 你出来吧 下个月要开董事会了 你先将公司今年的工作总结和明年的工作计划 下个月要开董事会了 下个月要开董事会了 你先把公司今年的工作总结和明年的工作计划 你出来吧 下个月要开董事会了 你先将公司的今年的工作总结 和明年的工作计划 你出来吧 梁经理 这是您明天跟客户谈生意需要的资料 梁经理 这些是你明天和客户谈生意所需要的资料 这是同光华公司合作的协议书 我按您的意见修改过了 您再看看行不行 这些是同光华公司合作的协议书 我按照你的意思修改过了 你再看一下行不行 这是同光华公司合作的协议书 这是同光华公司合作的协议书 我按您的意见修改过了 您再看看行不行 今年的财务决算做出来了吗 利润比去年多多少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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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厂接了很多订单 最近要赶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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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假日都要加班呢 我们厂接了很多订单 最近要赶货 节假日都要加班呢 我们厂接了很多订单 最近要赶货 节假日都要加班呢 我们厂接了很多订单 这一排要赶货 节假日都要加班呢 加了这么多天班 这个月发工资 应该多点了吧 加了这么多日的班 这个月出粮 应该多点了吧 加了这么多天的班 这个月发工资 应该多点了吧 加了这么多日的班 今个月出粮 应该多点了吧 今晚生意很旺 老板说要晚点收工 我呀可能要十一二点 才能回去 今晚的生意好旺 老板说要迟点收工哦 我可能要十一二点 才能回去 阿娟下岗后 开了间杂货铺 生意做得挺红火呢 阿娟下岗之后 开了一间士多 生意做得挺红火呢 生意做得挺红火呢 阿娟下岗之后 阿娟下岗之后 开了一间士多 生意做得挺红火呢 我原来那间公司不景气 辞退了很多人 我也跳槽到了另一间公司 我原来那间公司 不是好点 吵了很多人 我也都跳槽 去了第二间公司 不定就是不好不行的意思 第二间就是另外一间的意思 我原来那间公司 不景气 辞退了很多人 我也跳槽到了另一间公司 我原来那间公司 不定 炒了很多人 我也都跳槽 去了第二间公司 做生不如做熟 我跳槽后 还是干老本行 做生不如做熟 我跳槽之后 都是做翻老本行 做生不如做熟 我跳槽后 还是干老本行 做生不如做熟 我跳槽之后 都是做翻老本行 阿兰打了十几年工 帮人看过货摊 做过大排档的服务员 还做过保姆 阿兰打了十几年的工 帮人看过档口 做过大排档的服务员 还做过大排档的服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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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做过自家工天 熬了十几年 阿兰终于开了间小铺子 当起了老板娘 熬了十几年 阿兰终于开了间小铺子 做了仕头婆 熬了十几年 阿兰终于开了间小铺子 当起了老板娘 熬了十几年 阿兰终于开了一间小铺子 做了仕头婆 大伯一家在农村 承包了几十亩地 养了十几头猪 还种了几十棵果树呢 大伯一家人 在农村 承包了十几亩地 养了十几只猪 还种了几十棵果树呢 大伯一家在农村 承包了几十亩地 养了十几头猪 还种了几十棵果树 大伯一家人 在农村 承包了几十亩地 养了十几只猪 还种了几十棵果树呢 小王是农业大学的毕业生 在园艺厂干得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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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园艺厂干得不错 黄先生是贸易公司的总经理 我弟弟是他那间公司的职员 黄先生是贸易公司的总经理 我弟弟是他那间公司的职员 我和张强是在保险公司工作时认识的 他是经理助理 我在财务部当会计 我和张强是在保险公司 做事那时识的 他是经理助理 我和张强是在保险公司做事那时识的 我和张强是在保险公司工作时认识的 他是经理助理 我在财务部当会计 我和张强是在保险公司工作那时识的 他是经理助理 我和张强是在保险公司工作那时识的 学校要放暑假了 许多学生来公司做暑期工 学校放暑假了 学校放暑假了 我们单位效应不好 下班后做点儿兼职 多少可以赚一点儿 我们单位效应不好 收入低 下班之后 炒下根 多少可以赚点儿兼职 多少可以赚点儿 我们单位效应不好 收入低 下班后做点儿兼职 多少可以赚一点儿 我们单位效应不好 收入低 收入低 下班之后 下班之后 炒下根 多少可以赚点儿兼职 我快毕业了 想找工作 你有没有什么门路啊 我就来毕业了 想找事做 你有没有什么路啊 我快毕业了 我快毕业了 想找工作 你有没有什么门路啊 我就来毕业了 想玩事做 你有什么路啊 路路就是门路的意思 我有个亲戚 想出来打工 商场的售货员 发廊的小工 医院的护理工 都可以 请你帮忙留意一下吧 我有个亲戚 想出来打工 商场的售货员 发廊的小工 医院的护工 都可以 请你帮忙留意一下 那间商场准备开业 要找很多人 从管理人员到售货员 收款员 餐馆员 保安 他们都要 肯定有适合你的 去试试吧 十就是肯定的意思 那间商场 那间商场准备开业 要招很多人 从管理人员到售货员 收款员 舱管员 保安 都要 肯定有适合你的 去试试吧 林海通过老物输出 那间商场准备开业 那间商场准备开业 要招很多人 从管理人员到售货员 收银员 仓管员 保安 都要 实有适合你的 去试试吧 林海通过老物输出 去国外打工了 林海通过牢务输出 去国外打工了 林海通过老物输出 去国外打工了 林海通过牢务输出 去国外打工了 梁先生手艺好 去美国后开了一间中餐厅 梁先生手艺好 去美国之后 开了一间中餐馆 梁先生手艺好 去美国后开了一间中餐厅 梁先生手艺好 去了美国之后 开了一间中餐厅 小黄在国外边打工边读书 靠在餐厅洗碗 送餐赚钱 完成了学业 小黄在国外一边打工 一边读书 靠在餐厅洗碗 送外卖赚钱 完成了学业 小黄在国外边打工边读书 靠在餐厅洗碗 送餐赚钱 完成了学业 小黄在国外一边打工 一边读书 靠在餐厅洗碗 送外卖赚钱 完成了学业 好 这一节我们先学到这里 下一节再见 完成了 علي 给大家决定 都要带着 精明 我有点 感谢观看